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12日路透社在北京發布了一個消息 說外交部就路透社的查詢 回應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日前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4週年 布林肯當時說 在應對氣候危機、公共衛生、糧食安全 和全球宏觀經濟穩定等共同挑戰方面 歡迎與中國合作 外交部回應路透社說 希望美方與中方相向而行 多度有利於中方對話溝通合作 以及有利於國際社會合作應對全球挑戰的事 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展軌道 路透社的報導又特別提到 外交部今次的聲明 未有提及到美國國務院日前有關中國 正是斥支幾十億美元 在全球散布虛假資訊的報告 中方教育時已反指美方有關涉華報告網估事實 顛倒黑白強調美國才是名副其實的謊言帝國 海外媒體看到路透社的這個報導 紛紛解讀為中國也在為中美關係吹暖風 並暗示中國不再反擊美方的指控 不過不夠一天 外交部部長助理華春瑩就在社交平台X發表貼文 打破了外電認為所謂的中方放軟立場的想法 華春瑩10月3日在X平台駁斥美國國務院上個月發表的報告 這份報告說中國正是斥支幾十億美元在全球散布虛假資訊的說法 華春瑩第一個貼文是這麼寫的 美國國務院指責中國在全球散布虛假資訊 試問一下哪個國家散布虛假的資訊 以對伊拉克、敘利亞、阿富汗等國發動戰爭 造成無數人喪生、經濟遭到破壞、技術合作受到壓制 第二個反擊的貼文華春瑩就問 當中國和越來越多國家開始講真話反擊美國謊言時 美國感到自己的言論自由受到威脅 華春瑩第三問是 彷彿美國有權利散布虛假資訊 而中國等國家無權說實話、維護國家形象和尊嚴 事實上將輿論場武器化可以說是美國首創 而且美國政客近年來也多次透露出關於美國的真心話 華春瑩在連發了幾個文字貼後 就陸續發布圖片 第一張圖上的文字內容就是關於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 2019年一場講話時候著名的膠底 當時蓬佩奧是這麼說的 我們殺謊、我們欺騙、我們偷竊 華春瑩在鐵文中還加了一句 你知道誰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虛假資訊散播者嗎? 是美國政府 然後他再發帖顯示 在2022年5月美國國會一場聽證會上 聯邦參議員蘭德保羅、自問自答舉出一系列的例證 其中包括2003年美國政府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借口入侵伊拉克 華春瑩最後發布的圖文就指 美國才是不折不扣的謊言帝國 早在冷戰時期 美國中央情報局發起了資金鳥計劃 通過賄賂世界各地的記者和機構來收集情報 並通過操控新聞媒體來影響公眾輿論 踏入新世紀又借洗衣粉白頭盔 美國對伊拉克、敘利亞悍然發動侵入戰爭 造成幾十萬平民死亡 從華大姐發布這系列的圖文 可以看到對於美國私家在中國身上的無理指控 中方不會接受而且會強硬反擊 當然外電記者問到布林肯在中國國慶節發出賀電時 外交部的回應客氣一點 但這並不表示外交部就不再提美國國務院報告對中國的抹黑這件事 相反可能就是路透社這個報導中暗示中方 放軟手腳不再提 所以身兼發言人華春瑩連發多個帖來回擊美國和西方媒體 另外10月2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網站 發布了第一副代表大兵 在第78屆聯大五位常會開幕式上的發言 強調會費大國長期欠款是造成聯合國流動性危機的主要原因 大兵當日在第78屆聯合國大會行政和預算委員會常會開幕式上發言說 解決這些問題需要自標自本 避免依賴短期臨時性措施 聯合國資源配置要平衡兼顧安全發展人權三大支柱領域工作 並且設實提高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治理方面的發言權 提升發展中國家在被輸儲職員中的代表性 以更大力度、更實際的舉措 有效地回應代表性不足國家的關切 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大兵說聯合國預算應該設實體現會員國主導作用 方案計劃要充分反映會員國利益和合理訴求 方案預算要保持合理規模 優先保障發展領域資源 而審計委員會是聯合國最重要的外部審計機構 充分發揮它的獨立監測職能 有助於加強財務管理和監督問責 大兵還說中方高度重視建設和平工作 將積極參與建和融資議題討論 同時建和融資方式應該符合聯合國現有財務規則和預算管理規則 中方認為發達國家以轉換工資來源的方式規避建和融資責任 同時仍然把持建和基金的控制權和主導權 剝奪廣大會員國的監管權利 這既不合理也有失公穩 如果使用會員國貪困向建和基金融資 那麼基金的使用管理也應該體現會員國的監管 這是規則問題更是原則問題 他強調中方堅定支持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願意與各國密切合作 推進全球發展倡議 更好地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攜手開創共同未來 雖然中國代表沒點名 但長期欠費的會費大國當然是指美國 自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 美國政府拖欠聯合國會費的問題上 可以說是一條路走到黑 常年都位居欠款榜的榜首 聯合國會議確認了2022至2024年會費攤分的比額 美國繼續以22%位列第一 2022年需要繳納大約6.93億美元的會費 但直至2022年4月30日 美國還欠聯合國10.16億美元的會費 佔各國欠款總額的64.3% 這意味著美國不僅沒有矯稱當年的會費 亦拖欠往年累積的幾億美元會費 欠費對於美國來說並非新鮮事 這個傳統可以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 在列根就任美國總統之後 就對聯合國採取了較強硬的政策 將聯合國稱為充滿流浪漢的代鼠法庭 即非正式的法庭 美國國內對聯合國的質疑和不滿也加劇 從那時開始 美國開始以各種借口 拖欠聯合國會費 一拖就拖足40年 在聯合國成立之初 美國一度承擔了近40%的聯合國會費 但此後比額不停下降 從1974年開始在美國的要求下 各國達成了一致意見 同意一國最高貪款限額不能超過整個預算的25% 但美國依然不滿足 1999年時 美國因為拖欠聯合國巨額的匯款 差點失去了投票權 也只是那一年 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簽署法案 以聯合國改革為前提 美國政府承諾分期償還 此前十年間累積的9.26億美元欠款 而聯合國就將美國每年的會費攤分比額上限 由25%降至22% 這遠低於按照聯合國計算公式得出的 美國應繳會費水平的 攤款比額不斷下降 美國依然是年年欠費的 面對其他會員國的指責 美國就將拖欠會費 歸咎於聯合國和美國的財政年度存在差別 聲稱說一直在10月1日之後支付會費 但根據聯合國網站的資料顯示 至少自2013年以來 美國從來未在任何一年繳清當年的會費 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 近20年來 中國的會費攤分比額 從1%左右上升到15.25% 而且每年都是足額地繳納當年的會費 認真履行對聯合國的財政義務 美國拖欠聯合國會費不是新鮮事 中國常駐聯合國的網站 突然將大兵這段早前的發言發布 當然是劍指美國 嘴上就說支持多邊主義、支持聯合國 實際行動又是另一副嘴唸 再次揭露美國兩面人的特性 另外有四個國家包括德國、日本、印度和巴西 都想加入聯合國安理會成為常任理事國 在石樓台我在現場的節目 我會說一下 為什麼當年中美會罕有如此聯手 反對這四個國家入常呢? 常任理事國和非常任理事國有什麼不同? 而中美關係又如何影響聯合國的改革? 歡迎訂戶到石樓台收看 時間致電3610-3800、3610-3800 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布的 陸宇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看陸宇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